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功能 以及Kaikos Hobes Principles 大概這些東西 那我們知道密碼學這個字呢 它其實是 源自於那個希臘文 這是它的那個 前面的Kritos 希臘文 那這裡有個問題 這是一個圖啦 然後這個圖裡面常有資訊 才有一個資訊 我們看這個藏的資訊大概是怎麼樣呢 我們原則上呢就是將我們的一個圖檔裡面藏的資訊 基本上呢這個叫做 圖像上我們可以採用所謂的資訊隱藏 這邊呢你可以去寫個程式去解 那原則上我們這邊就直接把這個程式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它跑出來然後就可以把它解出來那個圖樣 把它那個可以看到 所以原則上解出來就是 就是 下面的這一張圖 下面的這一張圖 下面這一張圖 所以這一般來講這個在圖 圖形隱藏上面呢 我們這個其實呢 當然也算是一個討論的一個 一個主題 那除了 這也算是資訊隱藏 同學有沒有看出來這裡面隱藏的是什麼 看出來嗎 對隱藏資訊也算密碼學裡面 可以探討當中可以探討的一個題目 故意是圖形隱藏 我們像剛剛那個圖形隱藏我們是講那個將那個資訊隱藏在那個 每個那個圖形那個低位元的地方 低位元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當然你要仔細看一下 所以這邊斜 斜對角線 隱藏 隱藏資訊 不難 它不一定是藏在 開頭它可能是一個方向 這個 這當然就是一個隱藏方 隱藏的一種方式 所以這邊 這是隱藏資訊的部分 那我們一般來講密碼學呢 它一般來講 如果說以英文來講的話 它一般來說叫做 Kuitology或者叫Kuitography 它一般是指秘密書寫 加密訊息隱藏 訊息內容的科學 同時也 販子跟密碼學有關的科學跟密碼相關的 不管是 加密解密破解 這些都算 那我們大概這幾年來 特別這幾十年來 Internet的發展 電子商務 IC Smartcard的使用 然後它的一個都必須要依賴 可靠的通訊安全 主要是要防止懷有敵的第三者 羅駭客 或一般翻譯成黑客 不清 密碼學也變成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 一個學科 像我們一般來講 健保卡裡面其實這裡就有用到密碼技術 像健保IC卡 那這裡面用到一個加密的方法 同學你稍微留意一下 用到的是TripleDex Dex Dex 然後它基本上是加密解密加密 串接三次 串接三次 這個我們在我們的課裡面我們會再去 進一步再去 捉迷 那像產官學當然會大力推銷密碼技術 像我們一般的電子功能交換 健保IC卡 自然人憑證 自然人憑證 所謂的網路的一個身份證 甚至可能 面臨 將來當初也考慮 電子投票 等等 很多的密碼商品 所以密碼學應用 已經超過單純的資訊安全領域 逐漸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裡面 這個當然就是說比較正面去講 商業行為上來說的話 有所謂的比特幣 區塊鏈 甚至在我們現在 新興的一種病毒叫做勒索病毒 它事實上 它就是利用密碼學的先進的 加密技術 將你的檔案加密 這些我們來講 就是密碼學 其他的 應用面非常的廣泛 那我們這裡大致要知道就是所謂一般的場景 我們一般這個其實就是一般 我們的一般的說明 我們的通訊者一般來講都叫做Alice 收訊者一般來講就是這個Bub 原則上你是將我們的Plantex 也就是我們的明文透過我們的一些演算方法 變成密文 然後透過Internet或怎麼樣 傳訊給收訊者 然後他再透過解密程序再將 他的這個密文再把它解回來 基本上是我們通訊的場景 我們還有一個中間人 中間這個人叫做Yves 他可能是一個邪惡的人 可能是一個無害的人 不一定 原則上他可以去 觀看到 你傳送的 密文 所以密碼學的核心 基本上就是 密碼的方法 加密方法 加上什麼 精要的組合 演算方法 你怎麼用什麼樣的方法 加密解密 那重點是你的精要 那我們中間的那個人 接收你訊息的人 他可能會有下面的目的 那第一層目的可能是比較無害的 比方說他就只閱讀密文 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第二個目的可能就比較恐怖 他可能想要去找出精要 然後去解讀你的密文 然後 第三個層級就更恐怖 他可以怎麼樣 去圖改 Alice 傳給Bob的訊息 這是都可以做得到的 這亥克斯可以做得到 第三個層級 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說不可以 他甚至呢 他可以假扮著Alice跟Bob通訊 讓Bob以為他還是在跟Alice通訊 所謂的中間人攻擊 所以這你不要想說這不可能啊 這是有可能的 而且這是發生的 事情 那我們當然來講的話 如果呢 我們的EVE只是透過一般的網管軟體 就是像我們的Wireshark之類的啊 或者Sniffer軟體去 虧視你的敏感資訊 是不是還是無害的呢 如果說你的通訊的內容 你是沒有加密的 他也不用做什麼事 反正他就看到了 你的封包送過來 他就到那邊 就倒到那邊 看了一清二楚 只要稍微有點 網管軟體的知識 他就知道你傳送的訊息是什麼 裡面是不是有你的Password 結果你的Password傳送居然是用明文傳輸 那起步 太恐怖了 或者呢 你是有加密的 但是你的加密方法 太過兩光 一下子就被人家破解了 那你自己還以為是安全的 是有沒有這種可能 是有這種可能的 那我們其實必須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說你要去當邪惡的EVE 他的門檻是越來越低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 你要當駭客的門檻是越來越低 基本上幾乎來講 就是說你只要有意願就可以當 幾乎你只要有意願 那網路上有很多 這樣的工具 大概去知道他的一些弄好怎麼去使用 當然就可以 所以他的那個 恐怖性 是越來越 越嚴重 那我們 這裡順便提到就是說你攻擊密文層次攻擊 破解密文層次攻擊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層次當然就是說 你駭客 接收你訊息的人他只有 看到你的 密文 看到你的密文 這個層級的攻擊我們一般講叫做密文攻擊 他只知道密文 第二個層級就稍微比較 比較恐怖一點 就所謂的 明文攻擊 就至少他知道你一組或好幾組的明文 密文的對照文 當然他的目的當然就是跟前面一樣 是要找出金釀 或者是破解 解讀你 整個的密文 下面 兩個是我們現在當代密碼要稍微留意的 攻擊層次 層級 就 第三個就是選擇明文攻擊 那他主要的情況就是說 Eve他一度 曾經一度可以將 明文編成密文但是他不知道金釀 他目前還是不知道但是他有能力去編 變成密文 那他要嘗試找出金釀或者是破解 整個密文 第四個層級呢 是選擇密文攻擊 Eve他可以 所以一度 一度將密文解 解 抑成明文 他可以 他有辦法解 他知道怎麼解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他不知道金釀 他不知道金釀 嘗試去找出金釀 所以 以破解密文層級攻擊來講 當然目前我們在這邊我們就先羅列這四點 當然還有 你要分還可以分得更細 另外來說的話在 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攻擊的手法叫做所謂的Side channel attack 這就是我們附帶說明一下 Side channel attack 他事實上他是透過 你通訊上的一些物理特徵 接收物理特徵去 破解 跟前面是不一樣的 前面是 你看到密文 相關的那些資訊去破解 Side channel attack 第一個提出來 大概是1995年提出來的 所謂的時序攻擊法 時序攻擊法是怎麼樣攻擊呢 就是看你 編成明文解讀密文 因為每則訊息的實現是不一樣的 從這裡就有一些 物理特徵可以去 解讀 當然我可以去分析 它的電力 也是不一樣的 透過這裡的一些物理 物理上的差異 這裡也可以進行所謂 電力解析的供擊 第三個 甚至呢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的聲音 噪音 我可以做 聲音的解析 這裡上面也是有些不同的物理特徵 電磁波解析攻擊 那這個當然是更恐怖的 所以就透過你錯誤上 會 可能會透出一些訊息來 所謂的錯誤解析攻擊 這個當然也是 所謂的Side channel attack 基本上它是透過 一些 收集一些物理特徵 收集一些物理特徵 這邊 是比較 恐怖的攻擊手法 那我們一般來講 密碼學 它是提供資訊安全 有四項功能 四項功能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項當然是 最 最容易想到的 就是所謂的機密性 機密性 基本上就是說 你讓 骸客根本沒辦法去解讀 所以主要工具當然就是 你的密碼系統 你的加密解密的那個方法 是夠好的 機密性 第二個叫做資料完整性 就是說 如果呢 你的訊息 在傳訊當中 被修改過 被修改過 被圖改過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比方說 我一個軟體 我放在網路上讓人下載 或者人家有一個軟體放在網路上下載 通常我們現在的做法呢 他都會把這個軟體的 雜湊函數的值 附在他那個網頁上面 所以呢 原則上你去下載那個軟體 的時候呢 你同時去檢查 那個軟體的雜湊值 看那個雜湊值是不是相吻合 跟他公告的是吻合 如果吻合代表他沒有被修改 裡面是沒有讀的 如果不一樣呢 那裡面就可能 就有病毒 或乳蟲 或者是什麼病毒 不一定 至少那個訊息就 資料完整性就已經被破壞掉了 所以第二個功能是資料完整性 第三個功能是可認證性 可認證性這也是一般的 我們一般系統只要有什麼樣 只要有帳號 密碼 你就要達到可認證性 確定他那個訊息 應該就是他本人所發送的 應該就是他本人所發送的 不是偽造的 這帳號是他的 這是可認證的 第四個叫不可否認性 不可否認性一般 白話語言來講就是你不可以賴皮 不可以抵賴 不能說 我做了這件事情然後我說我沒有 或者說 我沒做你說我有做 基本上不可否認性 這個當然是在 密碼學有提供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當然是很重要 原則上這是透過 非對稱的密碼學 才有辦法做到不可否認性 早期的 對稱式的密碼學 是做不到不可否認性 二次大戰 德國所使用的密碼機 那一般來說在 盟軍在 Bregley Park 裡面所破解的方式 是採用 明文攻擊 基本上他是透過一些 已知的 明文 密文的對照文 這樣去縮小 他的那個搜尋的 範圍 所以這個算是 明文攻擊 那密碼學當中 有一種攻擊手法 就是說你如果將所有的經驗都嘗試一遍 這個要知道 這種方法叫做窮舉法 或是我們一般俗稱的 暴力攻擊 就是說所謂暴力攻擊事實上就是把所有的 金鑰就全部試一遍 聽起來很暴力事實上不是 這個是 沒有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解 當然就是暴力攻擊 解就是出來嗎 那就要看時間了 看你要花多少時間 所以密碼的安全 其實跟時間是有 有關聯的 你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成本 去負責 那我們這邊有特別要強調一個原理 叫做 Kate Hobbes Principle 這個原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理 在現在密碼學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假設 一個原理 就是說對密碼系統安全性 應該要假設 敵人是知道你所使用的方法 你不要以為 你用的方法 人家不知道 所以就沒辦法破解 錯 特別是現在在網路世界 我們在傳送封包 你用任何的方法加密 那個都是寫在封包裡面 不可能不知道 那有人說那我不要用那個核定的密碼方法 我用我自己發明的 你自己發明的 沒有經過研究 沒有經過測試 絕對安全嗎 很可能都是很不安全的 那個反而人家 已經知道一些演算方法 那個都是經過 專家的認可 甚至經過實務的 驗證 那個反而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網路世界裡面所有用的任何的方法 那個都是知道的 而且那個都在封包的表頭上面 那個都知道 所以這個原理 49世紀很早就提出來了 但是現在我們 事實上目前所遵循的 加密的解密 密碼學上的原理是遵循的這個原理 所以我會進行的 我會進行的 然後我會進行的 然後我會進行的 這個原理 最有效的 那一段時間